关怀第一线资源回收工作 韩国瑜表示,各行各业均有辛苦和快乐的一面,每月一宿就是希望能了解大家的心声,直接与民众面对面沟通、对话,倾听相亲内心的意见,他肯定资源回收工作犹如社区的清道夫,感谢这些人的感觉, 这些无名英雄让社区保持干净整洁,他并鼓励大家唱所预言,提出地方问题,是否由雅亮接受聆听各界意见 林园区文贤里于105年成立希望种子资源回收站,成为高雄第一批的里资源回收站,由里长号召当地制攻击居民积极投入资收工作,二年多来已回收超过11万公斤以上之物品,成果斐然,获得107年环保局评鉴为资收占营之奖, 而高雄办理资源回收工作也备受肯定,今年三年荣获环保署资源回收金纸奖的最高荣耀 市长韩国瑜每月一宿,6月来到林园文贤里10地走坊资源回收站,坊市资收站环境及分类回收工作,他特别为资收个体业者贴心准备反光背心及斗力,并制赠文贤里环保志工工作手套,回收袋,提供安全防护措施及工作所需用品,随后夜宿环保志工家, 预计隔日一早复善为渔港与渔民共享早餐